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将要进入的是管理数学中基础数学的直线不等式的做法 首先我要介绍直线不等式的教学目标在什么地方 在知识的部分,我们要请同学的话了解直线不等式是怎么样的绘图 那么目的就是要鞏固我们未来的线性规划的能力 在技能的部分,直线方程组的话能够正确的去找到适当的区域跟端点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标跟能力 在态度上,很多同学都是很怕画图的 其实我们不要害怕,这些都是直线方程式 只要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有耐心的去按照步骤来做,都没有问题 再来就是我们要介绍我们这个单元里面的教学大纲 教学大纲中我们要介绍的是什么叫做不等式的方向 因为一条直线是将一个平面分割成了两部分 那么我们要挑其中的一部分,要正确 那么有关于一条直线的,那我们要了解方向 如果说是有好几条直线就都是不等式的话呢,它将会 围绕出一个区域,我们要怎么样去寻找这个不等式方程组的一个交集的位置 最主要的是,我们也要会连立方程组的求解 这一部分的话呢,是比较基础的部分 那么我们就准备进入我们的主题了 首先我要知道的是直线的,这个直线的不等式啊 也就是所谓的二元一次 那么各位同学知道什么叫做元呢 这个元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变数 那么一次式就是代表的是直线 如果二次式就是代表的是二次曲线可能会有椭圆,跑物线,双曲线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的是 二元一次不等式指的是AX加BY加C大于0 或者是大于等于0 或者是小于0 或者是小于等于0 这种形式的不等式 那么我们要了解这个图怎么样画 因为直线将会把一个平面分割成了两个区域 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绘图 我们来看直线我们分成了左边跟右边两条线 所以整个平面,那这个地方我们是画的比较短 其实它是无限的延伸的 所以我们平面会分割成了两部分 这一部分 现在我来介绍不等式图形怎么画 最首先我们先介绍最简单的情况 所谓的牵直线 牵直线的图形怎么样的方程式是怎么样的表达呢 我们首先偏表达一个x大于等于k 那么我们要问的是这个图形是什么画 首先我们要先画的是x等于k 先把x等于k先画出来 x等于k这是一条牵直线 它是无限的延伸 好,现在我们的话呢 在考虑大于等于的状况 大于等于,各位同学要知道 如果x是越大是往右边走 越小是往左边走 那么x是大于等于k 是不是在这一条直线的右方 是不是 于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区域画出来 这是,这个图形是这条直线的右半边 好,我们再来画的是第二种状况 x是大于k 这个情况跟前面有什么差别呢 几乎是一样的 它只差在等于k的部分 那么我们画图的技巧是在于说 先画x等于k 但是这个地方要注意的是 它没有等于k 那怎么做呢 我们要用的是一个曲线来表达 因为它并没有在这个点上面 在这些点上面 它其实是没有的 但是它是大于k 所以是在这些曲线的右方 那这个地方用曲线来表达 这是我们说的 x是大于k的状况 那么还有第三个状况 小于等于k 那各位同学知道 这个跟第一种状况是 这个跟第一种 这个跟这种是差不多的 图形都是实线 我们先把它的实线先画出来 k在这边 我们就画出来了 好 这是实线 重要的是 c这个情况的话呢 是小于等于k 这里k在这边 那么小于等于k 是在它的左半边 于是我们把左半边都 把它都通通都要了 这是我们的左半边的部分 最后一种情况 是小于k 那么各位同学应该猜得出来 应该要怎么做了 把在x等于k的这个地方 画一条线 但是要注意的是 我们用的是虚线 然后呢 这是小于的 x是小于 倾向靠左 于是我们就可以画出这条 牵直线 牵直线的区域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 在一般 我们在线性规划的实际的 谈讨题目探讨的事物中 我们是这种情况 小于大于等于跟小于等于 比较会出现 这种比较少出现 我们要注意的是 实陷的部分 实际的问题都以实陷为主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情况 这是牵直线 有牵直线 当然就有水平线 水平线画的图法 画图的方法呢 跟牵直线差不多 只是说 它的方程式不太一样 水平线就是 Y等于什么什么什么 等一个数字 我们先看看 Y大于等于K 我们先画出的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直接让它 Y等于K先画出来 然后怎么做呢 画出实线 为什么要实线 因为这个地方有等于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它的区域 大于等于 各位同学知道 Y越大是越上 所以整个区域是在图形之上 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种状况 常常会出现的 再来呢 第二种状况 这种状况跟第一种 几乎都一样 只要将整个图形 改为虚线就可以了 虚线 大于的部分 往上 Y如果是大于 各位同学知道 是往上 第三种状况 C Y小于等于K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要知道 它是实线 既然是实线的话呢 我们先把实线画出来 Y等于K 注意到这个地方 它是小于等于 Y如果比一个数字要小 倾向于往下走 于是我们下半边 通通要 这是我们 Y小于等于K的图形 最后一种是 Y小于K Y小于K 跟第三种 小于等于K 一样 也是只插在 实线跟虚线中间 划虚线 往下走 那么就记得了 我们的重点是在于 如果X是大于的 往X的大的方向走 是往右 如果说往小的地方走 向左 以Y来看的话 大的地方是往上 往小的地方走 是往下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熟练了以后 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来看 刚才我们介绍的是 牵直线 水平线 当然一般的图形 并绝对不止这两种 还有一种是斜线的状况 那么我们来看看 斜线的状况 斜线的状况 就是我们一般是 AX加BY 大于等于K 或者是小于等于K 这种所谓的一般式 我们要把它的原则 先介绍一下 给各位同学了解一下 如果这个地方是 大于等于的 小于等于的 那么同学都要知道 它是什么呢 实线 如果说 这是比较少见的 应用题比较少用到的是什么 是大于 小于 这个就是画虚线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第二个原则 就是所谓的 方向的部分 因为直线不等式 一定有一个方向 那个方向 要教各位同学怎么看 来 我们来看看这个图形 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 这个系数 我们不要两个都为负 如果两个都为负 那么我们就同乘一个负号 这边 乘负号 这边就要怎么样呢 箭头就要颠倒过来 我们无论如何 至少要一个是用正的来看 如果有正的 那我们就以正的号为基准 比如说 如果x前面是正的 那么y不管它了 我们就以x系数为正的话 大于等于是什么呢 往右走 如果说是小于等于呢 靠左走 好 这是以x来看 要是x是负的 没关系 这个y的前面是正的 我们就看y就好了 y这个地方 如果是大于等于 那么我们要知道是往哪里走 上走 向上 向上 如果说 y这个是小于等于呢 或小于呢 往下走 我们依照这样的原则 我们画的这个图就绝对不会错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不等式的图形 怎么画 这个题目要我们画的是 2x加3y小于等于负6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刚好 我们这边的话呢 看到了这里 这边是 x是正的 y也是正的 好 我们等一下可以来比较 首先 这个题目是小于等于的 我们先画等于再说 先画等于的部分 先把这条线先描出来 再判断方向 那么再画这个直线 我们知道 先把两个结局先找出来以后 再连线 是最方便的 于是我们来看看 x结局是多少 首先令y等于0 y等于0 这是0的话呢 x就是负3 再过来 如果说是x等于0 那么y就是几呢 就是3乘上负2 才会变负6 所以y是负2 我们找到了这个x结局 这是x结局 这是y结局 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两个以后 就把它标出来吧 我们过负3 0 我们过0 负2 知道这个两个点之后 我们来画一条线 连起来 好 现在下一步是做什么呢 我们只把等于的部分完成了 现在我们需要完成的是小于等于 现在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角度 我们来看的是x 以x的角度来看 小于等于 这个数字是负的还正的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方向 小于等于 只要是x小于等于 那么一定在图形的什么方向呢 左方 x的左方 如果各位同学不喜欢这样看 我们看y呢 y是小于等于的话 是在上方还下方呢 下方 那各位同学 你们可以知道 刚刚无论是左方 还是下方 它都是同一个 同一个区域 于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这个区域在这个地方 没问题了 那么 再下一步 我们来画 方程组的一个区域好了 方程组的这个区域啊 这个地方是有三个 应该算是 严格说起来 应该是四个 不等式 那么注意的是 这是常常出现的一个状况 在应用体里面 常常会出现 x是都是正的 y也是正的 因为这个地方 在实际的操作来说 如果x y的话呢 这两个变数 常常都是 没有负号的可能的 那么我们现在先 不管它的意义 我们先看 这个图形 还有这个图形 首先 我们先画的是 红色的图形好了 红色图形 那我们要知道 看到了这个以后 我们只要画的是 在第一项线画就可以了 第二项线 第三项线 第四项线 我们不需要 占用它的空间 我们就画的 稍微大一点 2x加y 小于等于7 所以我们先画 等于的部分 先注意把 我们的结局 先找出来 x等于0 y就是7 y等于0呢 x是2分之7 的大约是3.5左右 所以我们把它的 坐标的话呢 大约画出来 再过来的话呢 我们来画的是 蓝色的部分 蓝色的部分 我们这边是 x是0的时候 y是几呢 y是4 y等于0的时候 x是8 那么等一下 我们也把它全部 都标出来 然后画出线来 第一个 07 这是我们 第一个点 再来呢 2分之7 0 在这边 连线 红色的线 我们出现了 再看的是 小于等于的部分 它是因为 它是小于等于 那么同学的话呢 会不会判断 它的方向呢 小于等于 应该是在 以x来看是左方 以y来看是下方 所以我们应该是 这个区域 红色的部分 是不是 我们描绘出来 没有问题了 这个区域 再来看蓝色的线 蓝色的线的话呢 我们过的是 呃 04 以及80 04 在07的下面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相对位置 不要画错 不要把04 画在上面去 那再过来呢 再来就是 80 80是在这边 我们在右边 我们画的不是很均匀 也没关系 但是我们相对位置 不要画错 不要在2分之7以内 因为这是3.5 我们这边8在右边 所以我们把80 先标出来 然后再连线 我们要注意的是 题目是 x加2y 小于等于 它也是小于等于 那是在 左方还是右方 左方 以y来看 y也可以 y也是正的 以y来看是下方 没错 所以我们把它描绘出来 那么这是一个连线 这四个方程式 连线出来是哪一个区域 各位同学 应该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来了 我们的 能够 能够在 这个符合这四个条件的区域 就是这一块 这是一个四边形的区域 那么我们的话呢 也要知道的是 这个 这个点 这个点 我们在实际操作上来说 我们是需要去找到它的 坐标的 因为 这个地方 这个点 可能是我们的 很重要的一个相对极大 相对极小 这个点 这个点 只要是 边界的点 它是一个 有尖尖的 我们的话呢 通通都要 把它的坐标 找出来 这就是我们在 呃 做不等式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在最后的部分 我们 再回顾一下 我们刚刚所介绍的 二元一次不等式 二元一次不等式的话呢 最重要的是 不等式的部分 要判断区域 只要抓到了我们的 要 要诀 就 区域就绝对不会错 第一个 大 大于等于 不是在右 就是在上 注意的是 这个地方 不论是右还是上 都在一个前提 这个地方 这个 这数字不可以为负的 如果负的话呢 相对就刚好颠倒了 比如说 2x加3y 大于等于 10 那我们知道 这个图形 画出来了 直线了以后 一定要往 哪里看呢 往右看 或往上看 如果是小于等于呢 那就是颠倒过来 往 左看 往下看 这个 这个 这件事情 我们只要弄清楚了以后 我们对于区域的部分 就没有问题 而我们主要这个内容 就是要介绍的是 怎么样去判断区域 这些东西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